yaro 欸 動動 我們來拍老師那個 影片 開什麼?要開什麼? 喔就是 要給老師的話 然後就是 還有感謝他的這樣子 對對對 OK嗎? 好想要 好你想想 會嗎? 不會啦 那不對 OK 好 老師就是 是你让我愿意从心相信人 然后也是你让我要遇到不对的重要性 那我知道你考了非常多则在这一层上 反正就我们之后陪你一起努力 在面对冲造卓越的而生 这样可以吧 好哦 哈喽老师 我很谢谢老师 就是愿意带着我就是这样成长 那也很就是也就是也很感谢说 你也愿意陪我就是走过这一个迷茫的这个阶段 然后我觉得你是第一个跟我想法这么相见 然后这么一致的人 那也是一个很愿意试图去理解我在想什么的人 然后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 然后我也很开心 很开心能就是有这个缘分与你相遇 那让我们一起完成这个未来的梦想吧 我要谢谢马兴老师 我跟老师是在明道大学上课的时候遇到的 我原本以为我是一个内向的人 但其实是我自己把自己封闭了起来 马兴老师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点醒了我 我尤其喜欢他跟我讲过的一句话 就是你要感觉你自己的感觉 然后安婷你不要再跟自己内耗了 不要跟自己玩零和游戏 老师那一句话直接把我点醒 原来问题不在于我够不够好 或者我太过在意别人的看法 而是我总是会反复怀疑自己 不相信自己的判断 谢谢老师让我重新找到了自我 我在新城团队这里 过得很开心也改变了很多 谢谢马兴老师 那在这边也祝新城五周年生日快乐 开始就先感谢马兴老师 这几年对我的栽培 然后也感谢马兴老师的包容 还有他很多方方面面的教导 让我能够越来越圆滑 讲话也越来越有水准了一点 因为以前我是一个不太会讲话的人 常常讲话得罪人 老师这样子提点我之后呢 就比较会讲话了一点点 遇到他的时候刚好是他合伙人的一个事件的一个难过期吧 还在还在疗伤期的时候有遇到他了 那时候我也是正在想要转型的时候 那当时我们两个都是蛮低潮的 然后能够互相就是鼓励一起成长 到现在也蛮不容易的 新城科技开始 在时就是还是要提醒老师 身体要顾一下 健康要顾一下 以后呢集团越来越大的时候 希望老师能够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没有那么忙 想要对马兴老师说 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很幸运 可以遇见老师 从加入新城以来 看到老师不管是对工作 或者是团队的伙伴都很用心 虽然老师已经有很多经验 然后对很多想法也思考的很通透 但是还是会不断去反思跟调整 不只是为了让客户满意 也是敬意的在让团队中的伙伴 都能够在新城自然生长 然后在这里获得支持 也未来可以往自己 想要前进的方向迈进 那谢谢老师的信任 让我可以直接去面对客户 学习成长 也因为有老师带你的财富流 虽然说我玩的第一次 当天晚上睡不着 但是呢因为有新城的财富流啊 财富罗盘 还有大家的分享 让我们来对于财富跟未来 都有新的想法 那最最希望的呢是 老师除了把时间精力 放在事业还有团队身上之外 也希望可以留些时间给自己 去放松心情啊照顾身体 那很谢谢马丁老师创办的新城 能够在这里认识大家 然后跟大家一起学习成长开心 最好最好 嗨老师 在这个特别日子 在这边祝福新城五周年生日快乐 那知道这个创业非常不易 那可以撑到五周年了 其实真的是非常不简单 看着我们团队越来越强大 看着老师公司的事业版图越来越大 都朝着老师的计划一步一步的迈进 那当初的一句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那跟随老师至今 那一样我们继续为了我们的目标 跟梦想而努力 谢谢 老师还记得这里吗 这里是裙带 这是我们以前常来的地方 我们办公室以前是在这里 那它现在这边变成了女法厅 对 那我们第一次见面的话是在连城 然后在连城的过程中 我们也就是到了这边 就后续的深入的聊天 然后我们也有跟一些以前的伙伴 我们有喝酒谈论一些我们之后的事情 对 那真的非常谢谢老师 就是从连城的Google Edits 那里我们到这边 然后可以去更认识更多乐言 可以跟大家向上的更融洽 那就是我们在这里经历过了很多事情 那也有帮过活动 也有在里面喝酒聊天 然后真的谢谢老师 从我们这边一个小地方 然后换到了一个建西部那边的 一个有变大的办公室 可以让大家可以一起在那里开会 也有做一些中秋节的活动 然后传刊 然后就是老师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从 继续 绘图 开办 然后也有网站的建立 跟Google Edits的从下广告 等等很多 那也有在于人籍关系的上面 也有 从老师身上去到很多 那希望老师之后的事业可以越来越好 我们一起越来越努力 给老师的感谢 除了感谢 还是感谢 没遇到老师 也许我现在还只是一个城市中迷途的小小上班族 整天怨声载道 空有梦想 而不敢去实现 有缘遇到老师 是老师让我看见了 梦想与成功实践的可能 虽然每次只是一点一滴小小的进步 但待在老师身边 总觉得自己的理想跟梦想 总有一天一定会成功的实现 未来还请多多指教 马志勤长 哈啰 哈啰 我是成 这是我的名点 哈啰 我心里 你还记得我们在这边第一次相遇吗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很开心 那是因为我们两个共同的老师 那你还记得这边是哪里吗 这边是健行路的路上 那原本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你的公司在后面 现在已经搬到中党部 那经过这两三年的共识 我觉得我们也达到一个很有默契的合作 那也希望我们的事业可以一起整整日上 你对了你的学生们的未来也很重视 这就是你永不持续的动力 今天是2022年的8月7号 我们英差录再见 像我之前工作在某个礼拜六大家应该都知道 之前都是做服务业的工作居多 然后上一份工作的话就是打了罚 就是说卖场的工作这样子 然后就是因为升级状况 然后就辞职了 然后为什么会来新城的主要原因是 在民党大学上的老师可以知道了新城这个公司 然后就进去了这样子 然后会想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主要是思维上面的改变吧 如果思维没有去做一个改变的话 其实要做什么事情都蛮难的 因为你会被之前那些思想啊 或是观念给束缚 然后也无法跳脱一个入过去的一个思维 但你就没办法做一个进步这样子 所以想说就是进来新城然后去做一个改变 然后希望在未来呢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富足的一个思维 还有健康的一个心灵层面吧这样子 谢谢老师不要可以了解我身上的衣服 然后前面的话也就那些了 然后也很感谢老师让我有让我进这个团队 然后也让我有十二掌的空间非常感谢老师 嗨新帝耶 现在是8月14号的清晨5点半 那相信你应该现在还没睡吧 应该还在忙 那在这边也想跟你说声谢谢 就是在这一段路过程来 除了到我到台中来之后非常照顾我之外呢 也给我很多帮助 然后也最重要的是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很棒 把我带回了正轨 让我能够继续向前 然后一直没有放弃我 那也非常感谢你 我能说的就是 其实人生真的不是自己多厉害 我真的感受到了就是 你有一个真的有一个很好的伙伴 然后真的是愿意相信你的伙伴 真的非常重要 那我非常相信 我们一起能够在未来的日子 能够创造更多的美好 那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五周年的日子 好 我相信我们接下来 未来会有很多个五周年 好 我们一起携手向前 共创美好 耶 哈喽大家好 我是Kerry 很高兴在明道大学上课的时候 遇到马兴老师 只要是马兴老师来上课 不管是早上进教室 或者是中午休息时间用餐的时候 老师都会放很轻柔的音乐 所以我觉得上老师的课真的很开心 而且很舒服 上品牌行销的老师 问我们说 你们Google应用是哪一位老师上的 然后他就说 哦 马兴老师我知道啊 他超辣的 每次来上课啊 都是准备很充分 而且整个人就是充满了那种power 很有活力 然后把Google应用跟LINE2.0都上的很活泼又很生动 让我产生浓厚的兴趣 我相信班上所有的人感受都是一样的 因为看互动 大家都很喜欢上马兴老师的课 谢谢你能够来明道上课 也很高兴我能够在明道上到马兴老师的课程 因为老师让我明白一件事 原来人生也可以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再平凡也能够过上不平凡的人生 谢谢老师 辛迪 辛辰 我们一起走 辛辰 辛迪 我们一起走 辛辰 辛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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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走 星辰我们一起照圆 星辰我们一起冲 兄弟 星辰我们一起照圆